哈哈哈哈哈哈笑 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劝編纪》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个许杉 另外还有我们的伊德台洋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本集回来想讲讲尹兆坚 我们都很久没有提及到这个人的感觉 好像前陈往事 他在什么抗争、立法会所做的事 全部浮出来了 嗯 是的 他现在牵涉在47人初选案里面 而他也选择了认罪 未来排排坐 吃粉果 到了他上庭后 就知道究竟坐多少 我们现在看到 今天就好像是林景南还有吴建伟 差不多了 两个庭上听自己的控罪 包括些什么 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说 今次的重点就是尹兆坚 他较早前一炮过 就失败了三项的罪名 哎呀 三项 包括了两项的藐视罪 他和一项就是妨碍正在执行职责的立法会人在 在上年来说被判入狱七个星期 他当时就说不服了 所以也就着刑期方面提出上诉了 说不知去到今天10月5号的时候 高等法院进行聆讯的时候 一开始就说他决定放弃这个上诉 现在就先继续还压 因为他就牵涉在47人初选案里面 我们提到了 他那些罪名的案情里面 我想抽其中一条出来说 就是发生在2018年6月13日立法会 当时就离开了他们的座位 在大呼小叫 在这里失控 咆哮 搞到议会也要停止才行 还记得当时的梁军燕主席 就下令林卓廷要离开这个会议厅 可能你说你是不是说错了 现在这些案子在说尹兆坚 就是当时尹兆坚阻止保安员 带走林卓廷 就是难兴难递 就这样也可以 所以你叫相当之疯了 你为了这些事 搞到自己一身偽 何解觉得好笑呢 因为2018年 现在2023年 正所谓水退之后 就知道有没有负着 原来尹兆坚一直在拿泳 你想想他们那时候 帝夫小叫 要阻止一地两检 这个草案二毒的话 就是他们经常大喊 一地两检危险 没错 那时候他们是极力反对的 就是觉得会打开城门一样 还是怎样 又说内地的边境人员 又说来到香港 还是怎样 就是今天打开了先例 这里有两检 那里有两检 然后周围都两检 然后全国香港都两检 那不就很危险 那说很多其他不同的东西 总之 将这个一地两检 就妖魔化了 刚才说到 事已失忆了 现在去到2023年 疫情都过了 较早前 你们说因为疫情 那个高铁就没有人坐 等等等等 就停了 因此 现在大家 是抢着去买票 留意去买票 很多人也都在使用中 就算你说那个使用率 未达标也好 还是什么都好 总之有一些时段 真的出现了相当多人去使用 如果你说一地两检危险 那为什么 你说到这么危险的东西 那么多人又会去以身犯险 这个也挺有趣的 为什么呢 现在证明了这些事情 根本就没有他们口中那么危险 那时候的极力反对 其实是为了一些政治需要 为什么会有政治需要 就是当时他们什么都反的 逢中就必反的 刚才我跟你说 一加一等于二 你都要去反的 你这么疯狂 证明你们这些人 是为反而反 没错 如果你说这么危险的话 出现了这样的频率 现在有什么人 在一地两检的期间 不关于高铁里面的客运的质素 是说一地两检 这一套制度里面 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出现 而令到有市民 有什么古怪 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或者性命也好 财产也好 政治方面 也不见得 就是证明你们这些人 就乱说的 越吵得厉 越叫得大声 越多这个肢体碰撞 其实这些戏 都是做给支持者看的 你搞到一出位了 出位出到 现在就要去判罪成 有那个投禁的刑期 就七个星期 加加买卖的话 其他投选票那些 就另一回事 因此 如果你还在求情的时间 他还在说 都是智力为弱势社群 争取权益和发声 针对一地两检 这个问题 说他不算暴力 只有几分钟 也并非在同类案件中最严重 所以有时候这些人 我只能说你 是低能 政治上了路 连自己都信了 一地两检真的很危险 作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说危险 还是怎样 其实要数回 还有很多这些白痴 我们再说多一个 就叫做修改议事规则 还说今天就修改议事规则 明天就23条 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两样东西 意思就是当时这帮人 凡是议会提出任何的议案 他们都会持反对意见 除非他们自己提 就只会赞成其他任何东西都是反对 是违反而反 是无理的反 完全是不理性的 又或者他们知道自己不是35家 所以他们唯有要做这些事情出来 他们明知要过 就算他都要做夸做臭理 到最后这件事 没有事 就像一地两检那些 假如他们这些民主派 还在立法会的话 他们一定会这样说 咦?你那时候说一地两检危险 为什么现在没事 人们都是这样回答的 哼 就是因为你们选了我们去监察立法会 才没事 这样都可以 真是乱来 所以这些人说到最后 都是希望保住自己的耳术 来继续做这些政治游泳 在政府身上 就拿这些议员的工资 接着就继续去骂政府 这些人的狐狸尾巴 如果你们这些白痴 还看不出 还要继续支持他们 要去买他们的什么产品 Patreon 怎样怎样 你以为是为了你们吗? 别傻了 这次说到底 尹兆坚 当时还在大喊 律政司给天收 还是怎样 现在真的收了 哪个收 哪个收 我现在看到你 是你自己 就选择放弃上数 可能自己觉得 没意思了 你再想想 就算我当你真心教 觉得一地两检真的很危险 觉得大家不应该 要接纳这件事 那又怎样 你看一下 现在连黄尸自己 都要坐高铁 或者不坐高铁 坐其他都行 去深圳玩 是呀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真的看到他们 一出现这种情况 什么 我们这么激励 阻止两地的融合 你们反而很乐意 看到现在的融合之余 还要自己亲自 走到内地玩 又说哪里有打边奴 又说哪里弄眼镜 去买些什么 吃些什么 去按摩托笔 还是怎样的 玩完回来 还说很爽 甚至乎什么 买模型 都要回到内地买 就不要 回来吃炒价 即是被人炒起了些价钱 炒起模型 买贵一些 多出来的钱 可能是帮手足的 哈哈哈哈 那不是吧 有可能是这样的 之前他们也是 在台湾 入了一些菠萝 来到 为什么你还买得比韦康百佳 是的 凸出来的钱 用来帮手足 帮手足 这个你真是 很搞笑 这个是万能key 这个 怎么说都可以 买贵了就帮手足 好 总之 说到好像 我都不是来赚你钱的了 你又要生存 帮手足 我都不太明白 总之 觉得有得益的东西 就要用来帮手足 其实有没有帮 都不要紧 其实是一个挡箭牌 说到底 当时他们又在其他的内会 尹兆坚这件事 其中又牵涉到李维琴 什么选主席 又跑去吵 还是怎样 如果说到有什么好人 一生平安的话 为什么现在说到最底 尹兆坚也不得到平安 先不要说平安 连上数他都要放弃 那究竟尹兆坚是坏人 所以得不到好人一生平安 还是李维琴才是好人 他真的很平安 就是那个内会那里 后来被他搞定 做了主席 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然后又有自己继续的工作 可以处理得回 我不觉得李维琴 有什么大问题出现了 没有 那究竟哪一个好人 哪一个坏人 不妨一起留言说 总之你问我 我一定觉得尹兆坚是坏人 现在他落得这样的下场 都叫做最有应得 我认为就是 你够 稍后等下47人初选案 我们到时才来拍烂手掌 好吗 好 大家留定钱 买香槟 好吗 答应我不要走路 谢谢大家 拜拜